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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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为世间欲留空间 这烟火滚烫人间 生生不灭神情最难 一面是闲谈一面是考验 挥斥不去白马少年 这情从予于从前 苍茫时刻人心最难 有人出列有人出现 肩并肩向前走正义释然 尽等世间给出的答案 坚持勇敢 哪怕灾难 连念不往重的圆满 沈总 这次我是正式来谈合作的 什么合作 我答应的事我做到了 您做到了什么 沈总 请您过目 现在方强百分之十的股份 由我代持 这是授权书复印件 是 齐伦集团收购了永康健身器材厂 董明之前所有的商业行为 跟齐伦集团已经没有关系了 是吗 可据我所知 方强本一在股份解约的协议上签字 但他没有 所以只要他现在去工商局做股权变更 就可以立刻获得被承认的股权 在法律上来说 好吧 至少现在 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股权 仍存在分歧 秦女士 您有什么要求 很简单 我就是求合作 我知道沈总 在用微笑的方式拒绝我 但我铁了心要与您合作 如果您还是要拒绝我 说成了我一个女流之辈 也没什么办法 可我会继续用我的诚意和坚持 来打动沈总 我的提议 还麻烦沈总好好考虑一下 等您回复 那 先告辞了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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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宝 这件事情 你前前后后去了好几次 为什么没有处理好 陈总 我不知道那个叫方强的 还留了个后手 那你知道什么 这么点小事 一二再三二三没有处理好 哪儿冒出这迷情红来 他必须跟我合作 他算了什么东西 他有什么资格和我合作 陈总 你向邀请 是我的书 看来我们启伦集团 并不是无邪可及 就你这么一点小小的失误 就让这么个女人 趁虚而入 我们身上不能再有这种漏洞了 尤其这个漏洞 出在我最信任的人身上 这是最后一次 这一个人摆了这么多呀 你不是借救了吗 那就是谁惹你不高兴吧 我想想啊 他跟随是陈总吧 找到这辆车 把那个叫方强的小子找过来 那是要 买正的吗 还是要领散的 就找人 解号的不许买 好 发给我 看看 哎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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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不能提托 先生 我刚好啊 我可以去哪里 我可以在哪里 你再来 那我可以在哪里 我可以在哪里 都交往 我可以在哪里 你又可以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找到了 不是 这谁的手 怎么停这儿了 我的车 那你车 不是 干嘛呀这是 抓错了 没礼貌 不是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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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几天没位了 两天 那可是饿饭了 小子 一会儿跟人家一个门一打开 他们就不饿了 别别 哥哥哥哥 别别别 哥 大哥 大哥 你们 你们谁啊 你们认错人了吧 你们抓错人了 我真的我什么都没干过 你不认识我 但是带你来就一定有原因 大哥 我 我发誓 真的 真的 我 我什么都没干过 我真什么都没干过 大哥 我真的 听说你手里有 永康健身器材成 百分之十的股份 然后你就拿这些股份 漫成要价 我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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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我 我真没有 你们要的话 你们给多少钱都行 我真的 我 我给你们 你拿着我的东西 还敢跟我谈相 这就敲诈 你懂吗 没 没 没 哥哥哥 我不敢 我不敢 我真不敢 哥 我不敢 想解决这个事情很简单 你人没了 这个事 也就没了 哥哥 哥哥 别别别 哥哥哥 哥哥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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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这根骨子 而且是最酥的骨子 我错了 我错了 你 你 你的话我能信吗 能 能 好 我给你指条名路 做人还是做鬼女自己是 明天上午十点 准时到齐伦几天打四千 把那百分之十的股份 还回去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 晚一分钟 你试试看 我 肯定不晚 不能 帮他走 走吧 我不想走 我可关门了 等等等等 走 走 走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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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强 方强 你怎么在这儿 打那么多电话 为什么不接 我就来这儿 办点事 李老师告诉我 他们给你开了什么条件 没有 我这自己想通的 我把这股份 卖给齐伦集团 这 这不也算是物归原主合 他们威胁你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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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姐 对不起 不能跟您合作 真的 特别抱歉 方先生 我 我走了 回去 我走了 我走了 我走 我走了 我走了 黄强 除了这份合同 没有什么其他机灵狗岁了吧 没了 就董萌就给了我这一份合同 没事 我也走了 坐下 这是五十万 尽快还给预波 这个呢 是我的一点心意 拿着 这我不能要 让你拿着 你就拿着 你是一个十大体 顾大局 明辨是非的人 我这个人做事就这样 知恩图报 讲乏分明 收下 关于那百分之十的股份 如果再有一个字一张纸票的外头 你就是够了 记 记住了 请女士 请喝水 我是外面等完里面等 到底还得等多久 非常抱歉 请您再耐心点 请你试试吧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呢 我要找陈总 陈总开会呢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 不好意思 我必须和陈总当面聊 不就是永康健身器材厂的事吗 那你能代表陈总吗 那你能代表陈总吗 你说来听听 我要向启伦集团提出抗议 我和方强有约在先 但方强临时变化 我怀疑是启伦集团 运用了非法手段逼迫方强 若是让我找到证据 你们得负法律责任 刑期女士那你慢慢找 如果找不到证据的话 这可就是血过喷人 我很可能告你诽谤哦 方强和启伦集团合作 我认为啊 是他最拥致的选择 启伦集团购买了 永康健身器材厂 方强只是退回了 从董明那儿得到 百分之十股份认购协议 并和启伦集团签字确认 我声明啊 这本来就是属于启伦集团的 想打百分之十股份主意的人 才是不安好心 这百分之十的股份 在法律上如何界定 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行 如果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 麻烦和我们的法部直接联系 他们随时接待你 再见 送客 是 秦女士 请 打不走了 要以礼相待 是 我对他挺客气的 郭哥 人来了 郭哥 郭哥 方总啊 现在找你真的是越来越难 郭哥 郭哥 你找我评测了 还找你什么事 你说什么事啊 解释解释吧 这五十万什么意思 这不您之前给我了吗 不就还您了吗 我听说你是把股份出手了 现在看还真是这么回事 怎么着 货和拆桥 放过 做生意 可不能这么看 不是 郭哥 那股份也不是我愿意卖的 我也是被逼无奈 实在不好意思啊 明天这钱我也还你了 感觉两清了吧 两清了 这话是张嘴就来啊 我前前后后给您花那么多钱 送那么多礼 黑不提白不提就这么过去了 不是 那礼不是您自愿送我的吗 那么贵重的礼物 我心甘情愿送给你 没点好处我能心甘情愿送给你 你算老几啊 你不是想两清吗 行 今天咱就把这笔账好好算起来 今天咱就把这笔账好好算起来 妈 怎么回事啊 放暖场 放暖场 我放开了 暖场 放开了 别别 爸 那个 对的我朋友 这我前两天 拿家那东西还在吗 都在这儿 都在这儿 没动 差两瓶茅台啊 那茅台我不小心打碎了 生交茅台 马年的一瓶三万 你打碎了 一瓶多少 三万 马年的 波哥 高台贵手 您别一上来就猴连马年的 你不如说小小心翼吧 给你脸了是吗 我那好车你开了有十天了吧 按市面价一天一千的租金不会吧 这一万块钱我可没算你的啊 今天 要么 你把两瓶九钱六万你给我补上 要不我花六万 我让你尝尝你波哥的手段 波哥 我我事有五万你先拿着 还差一万了 你们店里 什么岁值钱啊 要我也砸一个 停个价 给我动一下试试 他拿出来 拿钱去 八千 七百八 还差一千 明天来哪 还是你爸妈明事里啊 他在你二老的面子上 这一千二我不要 吃点亏就吃点亏 方总啊 好好孝顺你嘛 母爱如山哪 他拿着 放手 没伤过学啊 那叫富啊 陆斋 别说了 放强 六万块钱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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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放心 这 钱我肯定还你们 我就知道 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你挣的钱 你妈都没命花 玉啊 消消气 那钱 钱咱在挣呗 我问你啊 那几个混蛋打你没打你啊 打了倒好了 妈 既吃不起打的东西 我做你儿子我就活该被打 前两天我差点被狗咬死 你知道吗 咬哪儿的 咬哪儿的 你 你给我看看 你给我看看 你让你妈开开眼 你干了什么混蛋事 人家放狗咬你啊 我说我命差点没了 你就这个态度是吗 你总是认为我先干了什么坏事 你从来不问我又没有受伤 我也是在外边打拼 那么多人欺负我 你从来不管不问 你是我妈吗你 马智社会 朗朗乾坤 你干吗受人欺负啊 你不敢坏事人欺负你吗 那这患者总有个别坏人 你懂什么呀 我做哪儿子活该被欺负是吧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这事 你让他说 你让他说 你让他今天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我看他能混蛋到什么程度 如果是麒麟被欺负了 你会这样吗 我不会 这好 我会豁死了命保他 他不给我惹事啊 都是事找着他 你天天给我惹事 你还想跟你哥比 你三胖子要照着你自己 你配不配 是 是 是 我不配 那你配做我妈吗 你就不应该把我生起来 你干吗坏什么东西 怎么动手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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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我记住了 从你以后你没有这个儿子 我怎么跟你爸说话 我滚 方强 方强 别跟着我 方强 你说你跟他走着呢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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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二一七 一二二五 一二七八 一三四六 一三八七 这几个案件的当事人 已经被列入实信任名单 其中 一二一七的陈思财 一二七八的刘德丽 态度较好 都在安悦努力偿还债务 一三四六的林梦秋 和一三八七的严迪 处于失联状态 那你重点说一下这两个案子 林梦秋的欠款 之前一直按时还 每个月还三千 但是还了四个月就断了 判决后申请人要求执行 再找林梦秋就联系不上了 严迪的情况呢 更恶劣一些 之前查封了他的工作室 基本上不接电话 好不容易有一次接到我的电话 但他明确表示拒绝还款 喂 好 那我们就执行这两个案子 我负责严迪 麒麟 你负责令梦秋 好 我知道了 部队长 不好意思 我得请个假 家里出了点事 怎么了 我姑妈心脏病突然犯了 现在在二院呢 我得过去看她一眼 快去快去 来 我们现在说一下严迪的案子 谢谢 欢迎各位来到这幅小天地 今天 是个特殊的日子 也是我跟迪 最美好的一天 大家都知道 我平时话是不多的 我话最多的时候 就是跟你们 砍价的时候 但是再多的语言 在迪的作品面前 都是苍白 我也是苍白的 庸俗的 让人不齿的 确切地说 我只是一个 艺术品的 单运工 好了 今天是我新的一批画 初次见众生 也是我严迪 作为一名画家 重生的日子 在场的各位 都不是外人 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 让我这方小天地 充满了友情和关心的氛围 也使我获得了重生的力量 谢谢 起来吧 范儿起到这儿就可以了 大家已经等不及了 现在我宣布 严敌新作战 现在 开幕 你看这用色 真大人啊 就是那个 还有那个 谢谢 老大医生 您好 你就是齐仁玉的儿子啊 你爸说 是你把你妈气成这样的 你知不知道 你母亲有慢性心肌炎 你怎么当儿子的 他有心脏病还这么气他 你这是在撂他命啊 对 你批评的对 我改 别光嘴上答应 落实到行动 这次幸亏送来得及时 加上你父亲有经验 路上给你妈扶了宿小救心门 否则啊 你后悔都来不及 那他现在怎么样啊 现在情况稳定了 如果没什么问题 就可以回家了 他在哪个房间 503 二床 你干嘛去 我看他去啊 我可不建议你现在去啊 他还在气头上 见到你再犯病 更麻烦 把他气病的呀 是我弟 谢谢你啊 大夫 您好 没记错的话 您是楚厅长吧 我们是来找颜迪的 他正在创作 我带你们去吧 请稍等 我说 你亲爱的 楚厅长照 晏丁女士 我们今天来 是对你的离婚财产分割案 进行调查核实的 我记得你 艺术的孤儿 你说什么 艺术本来不拒绝任何人 是人的拒绝 让艺术 变得孤独 你之前的工作室 已经被法拍了 拍得八十万零九千 赔偿给了你的前夫 石建康 但这与法院判决的五百万 还有一定的距离 剩下的欠款 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打算的 姚伟起怜的狗 是得到骨头 还是独当 取决于主人的悲悯 楚厅长 够了 什么够了 八十万 对于石建康来说足够了 这些钱已经远远超过了 他应该得到的 他应该得到多少 取决于法院的判决 严谨女士 你对艺术对人生的思考很新颖 但我今天要知道的是 接下来 你想怎么办 接下来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你想让我怎么办 你的这些画作呢 我的这些画作 早就已经赠予给了 Simon和他的基金会 是的 我提醒一下你 你在离婚前 且单方面赠予他的十八幅画作 依然属于你和石建康的 婚内财产 我的画作是我的孩子 是我体内的分娩 我灵魂的分割 跟石建康有什么关系 亲爱的 别生气 憤怒是要留给作品的 楚厅长 我来解释 可以吗 许法官 你今天没什么事吧 没事 云杰回家了 小心台阶啊 胡老师 起法官 收拾 这就是胡老师 这是起法官 不好意思啊 何老师 耽误你午休时间了 没关系 方便坐着说吗 可以啊 起法官 有什么事情 咱不能在系里说吗 林梦秋出什么事了 违法了吗 你不用紧张啊 林梦秋呢 跟我们现在正在执行的 一件欠款案 有点关系 之所以没到系里去找他呀 就是因为他学生的身份 他还在上学 没有毕业 穿着一身制服去找他 那其他同学看到了 对他不好 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下 他的问人情况 他已经七个月没来学校了 七个月 是啊 他这个学期 基本就没来过学校 也从书社里搬出去了 那他快毕业了 这毕业答辩怎么办 他就没参与 本来他成绩挺好的 现在这种情况 肯定毕不了业了 我们也联系过他家里人 他爸妈都是山区小镇的 他爸爸好像是生病 长期卧床不起 也顾不上 后来有一天 他爸突然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 以后这件事就别再管了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今年四月份 吴老师 那他有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朋友啊 吕文文和他关系最好 孟秋 昨天你几天回来了 吴典 五点 你可真行 你老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没事 我告诉你啊 打工还钱重要 但你的身体更重要 一会儿先把饭吃了 吃完饭好好去我礼物睡一觉 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啊 那我先走了啊 我先走了 你自己的选择 是什么 lifted 那我先走了啊 这次行为艺术的主题 叫重生 被烧的画就是颜迪送给我那十八副作品 你们把画全都烧了 他们只是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 现在剩下的这些灰烬 你们还觉得是财产吗 颜迪 你与世健康离婚的时候 曾经承认自己精神出轨 对吗 这个不重要 我在询问我的被执行人 希望你不要干扰 没错 我当时确实已经爱上了Sam 虽然我们两个还没发生什么 但是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在一起 所以我必须要跟世健康离婚 晚一分一秒都不行 他不同意离婚 在后来商议财产分割的时候 我才会答应他的无理要求 不然他怎么会开开心心地签字 那十八副画作 是你在婚姻存续期间赠予Sam的 对吗 爱情死了 婚姻就是名存失望 那是你的逻辑 你因为婚内出轨 导致婚姻破裂 既然法院已经判定了 你要对时健康进行经济补偿 那就必须要做到 我现在无力偿还 我看到你的画作 已经在新的艺术馆里售卖了 那些画卖多少钱 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 严谛女士所有的作品 都全属于我的基金会 所出售本项 都将用于艺术的发展 和慈善事业 好的 我知道了 严谛女士 我郑重地告诉你 无论你们用什么方法规避执行 只要画作在 我们就会执行到底 再见 咱们帮他 你的外卖到了 不好意思 你怎么懂 太慢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好 柳芸是吧 谢谢你们没有直接上去找我 你们是过来找林梦秋的吧 你怎么知道我们来找你是来问她的事 我是她最好的朋友 你们找不着她肯定会过来找我 不过我也很久没见过她了 她现在连学都不上了 就为了还你们法院判了这些钱 关于林梦秋欠钱的事你还知道多少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法官 他才二十二 大学还没毕业呢 他已经很努力地在还钱了 你们还要他怎么样 要把他逼死吗 你误会了 我们就是来了解情况的 没有要逼迫任何人的意思 那对不起 我也帮不上你们的事 如果没什么别的事的话 那我接着回去上班了 你别废话啊 你赶紧给我拿酒去 我跟你说了 你的酒派已经没酒了 你让人喝完了 不可能 我之前还要半瓶酒 怎么可能就喝完了 你这人曾经找茶似的 拿酒 拿酒 我叫你拿酒 我怎么就没酒 我记得好好的喝得好吗 这人酒派得没酒喝 非要喝酒 毕竟骗酒喝呀 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 我什么时候骗酒喝了 我就是有两瓶酒 对不对 什么就是我骗子 按摩大哥 你给评论 老妹又见面了 你久不见了 老师 书顶 这地儿是我开的 你不知道啊 你不能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不是想喝酒吗 我帮你 看一塌了吗 看一塌 小哥 就打一下 直遍那个地方 只要你打了 今天所有的战 都算了 大宝 大宝冷静 大宝 我让他打他 把他带着我呢 卑鄙的 懦弱的 复杂者 迷茫着 浪腔着 孤独的 徘徊的 无语者 伦理的 道德的 消失的 寂寞的 蔓延者 久违的 失语的 热闹的 不安的 憧憬者 落水的 抢救的 强烈的 无力的 躲避者 逃跑的 安静着 吵闹着 混沌着 崩溃着 崩溃着 阴暗的 黑暗的 破坏者 都无力 面对 勇敢的 坚定的 嫌疑的 守护的人啊 分离的 无语的 坚然的 败者 不得 不能 照亮你 和我 混沌 邪恶的 勇敢的坚定的高尚的守护的人啊 分离的无谓的前行而白依旧不恼 照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